停办26年的根源杯哨棒锦标赛 在去年重新启动之后 而今年一共邀请到29支的队伍同场竞技 开幕式由前县长陈建年和国外友人领唱国歌 立为陈寅是感性的致辞 期望台东的棒弹能够生生不息 全人县长陈建年领军和国外友人组成的合唱团 以国歌开幕 庄严隆重 根源杯哨棒赛是由陈建年一首开创 当时为了纪念他的父亲棒球传教士陈根源而催生 但是只办了五届 1990年就因故停办 去年陈建年的女儿 现任平地原住民立委陈寅接手重新启动 今年我们扩大办理 很高兴我们的队伍有多了将近二分之一 成长了将近了二分之一 从20队进步到将近30队 那我希望明年的时候 或许我们会增加到40甚至50 这一年校长 高兴是我们农校 现在农专 改制委农专 高兴的校长 他也是赐利我们 胖球运动的推展不以一力了 到我们第三代 我们签委员 历经了我们庚元杯 已经前借了26年 今年已经在恢复了 永不放弃了精神 真的好像很简单了 对于第一代 我们对于陈校长 我们对他推动我们的棒球 那么推动我们台东的体力 我想我们要表示你 永远感谢你 跟缅怀追思之意 主办单位也邀请到 刚刚在世大运拿下举重金牌的郭信淳 他坚持不懈 再接再厉的运动家精神 和耕耘杯绍棒赛注重品格发展 素质胜过胜负的主轴 不谋而合 准备开球 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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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强调 台湾棒球近年在国际体坛 不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回顾历史当年的推手 陈耕源先生就是曾经燃烧自己 无私奉献 电燃台湾棒球热情的火种 如今后继有人积极传承 希望棒球热情生生不息 棒球魂永远燃烧 不熄灭 记者大永诚 台东市报道